今天和小野 我们两个来山上和妈妈 就是开着摩托车来帮她背道骨 因为他们这里还没有弄水泥路 都是泥巴路 那面包车是来不了了 这下雨天很滑的 刚才从上面下来的时候都心惊胆战了 很滑 我老妈说煮了酸汤 要不要先去吃饭 有没有鱼啊 应该有吧 我们一次就拉一袋就行了 因为这个路太丑了 而且天天在下雨 非常滑的 你等下上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如果去不了的话就别逞强了 这路因为是今年刚挂的那个鸡丁道 也是新路啊 所以特别的滑 以前他们这里是没有马路的 都是靠人工挑上去了 不特别累 现在有马拉 一般都是用马拉的 可以开车下来帮 帮业父业母 运这个骨子的 就没那么累了 因为这是在山脚下 要扛上山顶上 非常累的 好了 你先送这一袋上去再下来吃饭吧 小心一点 去看一下老妈煮酸汤好了没 有个星 香 别火 因为我都没点带了 没了 这里看一下 鱼 看到这个我肚子都饿了 在山上吃这个辣椒鱼 是最好吃的 别看着很简单 但是是很好吃的 叫小爷过来吃饭了 金八 金八 老男家 他已经送了两趟上去了 现在先叫他来吃饭 先吃好饭了 送完这一袋还有两袋 他还跑两趟 两趟差不多天也快黑了 那我和老妈走路去了 你 我在下面等 等一下天都黑了 你两趟才下来接我 会很快的呀 你要想走路你就自己走呗 把这羹吃好饭走路消化一下嘛 上面路滑不滑 还行 小心一点 木头车都还可以 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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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一带是湿的 然后让老爸过来扛回家里面 现在小爷爷要用面包车去拉 还有四带的已经全部从山路 泥路拉到水泥路上面了